手游酷玩 但是我们的汤骨猫可以短暂的为一定范围内的小猫进行增加一个攻击Buff 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更强的攻击力 也算弥补了防御猫的能力不足 然后就是这个所谓的紫色烟雾弹一定要善加利用 因为在这游戏中只有防御猫它是主动出击去首先攻击对方的炮台 而其他的猫就是眼前有什么它就攻击什么呢 并不会像防御猫一样去主动出击 这样的话如果对方的炮台摆的比较散的话 可能会导致火力比较分散 集中攻击一点才是这个游戏的硬道理 现在它的炮台已经被我们全部拆掉了 剩下就可以按住这个二倍的加速进行快速拆加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没什么用啊 整体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 因为无法形成冲突 所以说拆加的话咱们就尽快的进行跳过 随着我们的猫猫战队进行攻击 他们的金钱以及能量被大量掠夺 最后的话就是人才两空啊 什么都没有了 但其实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啊 与其他玩家的进行对战的话 是收割他们老家的这些资源 然后他们再反过来攻击 所以说在我们掠夺资源同时 如果你想升级你的老家的话 一定要掠夺完毕 马上升级 千万不要去积攒这个能量 因为有可能下一秒 你的老家就会被其他玩家直接连锅端了 这些能量也会被随之掠夺走 这个的话是14级 他的铺震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炮台的力量比较弱 他把这个投射器放在最后边了 这个就比较坑了 他根本打不到我们 所以说前方并没什么用 咱们用飞机把这个都炸掉 因为这个投射器的话 他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一级的 14级的话 他是升不到二级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顾问 你看现在就明显分两波了 这边他离这个鸟窝近 就先打鸟窝了 上面的狠蜂离投射器近 他就首先攻击投射器 这也是这个游戏的一大特点 但其实这个防御猫组合 还是比较的强烈的 配合三股猫 基本上可以跨越两级进行攻击 那么这个游戏 我给出的依然是四星评价 也是比较推荐的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铺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